好 为您超过最新的国际消息 这是日本宫崎县东侧海域 当地时间下午4点43分 发生了强烈地震 最大震度为6弱 最新消息赶快请一诚来带我们了解 好的 没错 日本宫崎县的东部海域 在日本时间的下午4点43分 是台湾时间的下午3点43分 发生了强烈地震 最大的震度为6弱 它的观测方式跟台湾有些不同 不过根据日本计算军的观测 这个地点是在位在 宫崎县东部海域一个叫做日向滩的地方 地震深度只有30公里 是属于一个极浅层地震 而根据日本气象星的观测 在南部测到了最大震度为6弱 那么另外包括了宫崎 很多地方也分别测到震度5强跟5弱的摇晃 目前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他们已经针对了高知 跟宫崎县东部的海域发布了海啸警报 提醒可能出现一公尺的海啸 而另一方面根据日本网友的表示 目前整个日本的交通也受到了 这些地震的影响 许多的新干线已经暂时停止 就连车内冷气也没有开放 而这个地方叫做日向滩 根据日本媒体的文献报道 这个地方其实在过去 也发生了好几次的地震 画面上您看到 这个是来自日本媒体的画面 您看到在地震发生的当下 其实剧烈摇晃 所以您看到目前的这个海边的画面 您看到其实远方 您看到其实瞬间摇晃 整个目前在远方海边的这个渔船 船这些是也剧烈摇晃当中 而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这个地方其实过去也发生过 好几次的地震 分别在1961年的时候 发生过地震 1968年的时候 仰地摊地震 还有1984年也分别 发生过好几次的地震 评估这个地方 大概每10年到15年的方式 会发生一次大地震 但是目前过去的地震 没有发生到8级以上的大地震记录 不过目前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其实您看到很多地方 已经陆续传出了灾情 画面上您看到这个地方 其实是在攻击的地方 您看到马路上 其实已经出现很多的裂痕 另外您看到这个地方 是在日本的一个商店 地震发生当下 因为是来到了规模6.9的强震 所以您看到地震发生当下 很多的商店所有的东西 都倒在了地上 目前其实日本媒体也表示说 其实很多日本的交通设施 受到这些地震影响已经暂时停止当中 像我们刚刚看到 其实日本的相关媒体报道 除了发生了海照警报之外 其实我们刚刚也看到 日本全国的铁路运行的情报 其实您看到 受到这个地震的影响 像我们刚刚也为您掌握到 你看这个灯光距离摇晃 日本媒体表示 目前全国的铁道运行情报 包括了北海道之外 分别包括了关东 近击 甚至在四国的新干线 目前都受到了影响 所以目前整个铁道运输 也受到这个地震再度影响 所以看起来这个地震 目前日本媒体还在了解说 这个规模6.9的地震 对日本当地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不过大家别忘了 今年年初的时候 日本才在能登泛岛发生了大地震 当时影响的相当严重 根据日本媒体的表示 其实目前地震发生到现在 已经将近半年的时间 很多的灾民 其实目前还是无家可归 没想到在年初才发生能登大地震之后 目前刚刚我们知道 在日本的宫崎这里也发生了大地震 我们讲到的最新消息 除了发生了海啸警报注意之外 目前部分的新干线力 就也暂时停止了情况 所以目前提醒大家 可能不少人 现在解封之后 都会到日本旅游 受到这个地震的影响 包括了九州地区 包括了宫崎所在的四国地区 有没有受到这个地震的影响 目前航班有任何的影响 我们也会持续待您掌握 好 目前有关于这个规模6.9的强证 我们东西新闻团队也会持续待您掌握 时间先交换棚内主播 好 为观众朋友整理一下 这是日本九州发生的规模6.9的地震 当地也发出了这所谓的海啸警报 交通现在也有受阻情形 更多的资讯 我们请允熙带我们了解 允熙 这个时候就像赵和说的 日本目前是发出海啸警报 我们知道说这个地震 它的位置其实是在九州的东边 一个叫日向探的地方 所以我们从这个画面上看到 是当下地震发生 这个高楼层看得到这个市区 在宫崎这边摇晃状况 事实上我们知道说 这个目前比较靠近这个日向探的大城市 就是宫崎了 它是在这个九州的南边 另外海啸警报不只是九州 因为这个地方 其实比较靠近九州的沿岸的地方 所以包括九州隔壁的这个四国的部分 其实也是有海啸警报 包括大家比较熟悉 像四国南部的高枝 然后刚提到在九州东边的这个宫崎 还有九州南边的鹿尔岛 其实都是这一次这个海啸警报的范围 那日本的海啸警报 其实是有分三个等级的 紫色 红色跟黄色 那这一次主要亮起的警报是黄色 因此我们在画面上看到 包括了像是高枝 大芬 宫崎 日本媒体提醒的 这个海啸的高度大概是一公尺左右 另外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刚刚有讲到说 部分的这个新干线 列车是有停舍的状况 那为什么刚刚有提到说 包括像是在这个关系的地方 也都受到影响 主要我们从日本气象厅的地震资料来看 虽然这个地震是发生在九州 所以可想而知 包括了像是宫崎 鹿尔岛 其实他们感受到的强度 相对是比较强的 我们知道说这一次它6.9地震 他们的这个感受到的震度是六弱 就是六一个减号 那包括宫崎是六弱 另外在这个鹿尔岛是这个五强 而爱原县是四 最远 其实大家在现在暑假很常去的 像是大阪 京都 其实也都是有感受到一级的震度的 所以如果有一些民众 特别是亲友 目前是在九州活动的话 其实可以关心一下 主要像在脸书的旅游社团 也有不少人有分享 它在日本的当地 包括像是走机会跳出地震的警讯 或是这个APP 都会跳出地震的相关讯息 日本其实比台湾厉害很多 有人分享说 它在这个地震抵达前21秒 它就有告知它说 可能会有这个六弱的震度 目前日本媒体主要还是提醒说 在这个九州的东部 还有在这个四国的南岸 容易这个要特别提醒 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个海啸了 目前我们看到的 这个日本提供的这个画面 主要还是高楼层 在地震当下这个城市 主要摇晃的一个状况 其实台湾民众对于地震并不陌生 所以我想这个画面 大家也是蛮熟悉的 只是日本就像刚刚有提到的 日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才发生了大地震 在现在其实原本是在 上这个年初的时候 是在日本的北边 这一回是在日本的南边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像是九州四国这个地方 所以相对来说到这些地方旅游 特别现在又是暑假旅游 忘记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日本发生地震当下 很多民众也是随手拿起手机 就记录家中 这个吊灯左右摇晃的一个画面 另外最新的画面 从民众提供的这个画面 可以看到可能是 这个住家外头 有一些这个地震比较强 包括东岛西歪 或者是不是担心说 可能住家外头路面 有一些裂痕 要了解一下 是不是地震所造成的 稍后如果有更多现场 最新的画面 我们会随时为您掌握 主播 从电视机中传来急促的播报声 与其近乎是在大喊 日本发生大地震当下 NHK主播山内全坚守岗位 不过在新闻播报上 一反常态 不仅仅是告知大家地震资讯 还要大家别待在原地 看新闻了 应该要赶快跑 语气相当激动 更提醒大家 别忘记311大地震 这段播报过后 不少日本网友在网路上发文 表示是第一次听到主播 用这种强烈的语气说话 驾驶开车在路上 也听见山内全的播报 驾驶po文指出 虽然海啸警报一发出 播报语气就变了 开始大喊 要求人们避难 不过可以肯定 山内全对石川县非常了解 所以才会如此提醒大家 山内全到深夜11点过后 仍然继续在主播台上 为民众带来最新消息 让不少民众由衷感谢 网友找出美女主播山内全过往资料 她出生于爱之县 毕业于名校庆议艺术大学 在校期间就是校花 还发现原来她一开始加入NHK时 就在这次镇阳周边的金泽工作过 网友说她一定是挂心着石川县 才会这样喊话的吧 她认真的态度 可以拯救很多人的生命 更有在石川的网友说 山内全的声音中包含着 希望每个人都安全的愿望 尽管有不少安全地区的人说 山内全的播报语气 太过惊恐吓人 但是石川地区的居民 认为它真的很伟大 值得敬佩 公司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导